台风天小火跳河玩浪还变换泳渍 疑问理由也是最冷 8月10日上海遭受台风立骑马侵袭 风大雨大 可宝山区盛桥一个小火儿竟然突发奇想 想尝试一下国际风浪的滋味 自己跳进河里去游泳 把岸上的民警和市民都吓了一跳 宝山公安分局盛桥派出所接警称 不经河里有人游泳 民警马上赶赴现场 我们民警拿着急救装备立马赶赴现场 到了现场发现男子在古今河里 以各种游资在游泳 面对民警的劝阻 男子非但不听劝 反而继续向河中央游去 民警只能继续冒着大雨大声呼喊 希望引起河里的男子注意 最终经过十几分钟劝谨 男子终于被民警说服 被民警拉上岸 跳河小火杨某事后表示